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 我是主持人阮木华 这个礼拜的台股的表现 让我们的多头信心可以讲说是一阵 那这2023年的开年两周的行情 已经搜出了周K线连两红 那第一周我们看到加权指数 涨幅大概差不多1.6%左右 第二周就本周加权指数全周大涨了500点之上 这个涨幅甚至更超过了3% 等于说是连续两周已经涨了800点 那为什么多头会这样强劲呢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嘎空头跟嘎空手的一个味道了 因为大家都看坏今年的景气 把市场看得非常的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往往这个市场会有一个反心理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礼拜最关键的就是周四 所以周五台股的一个波动也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在周四这个台积电下午的法说会之后 以及晚上迎来美国最新的CPI的数据之后 这个美股可以讲说是这个明显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行情 虽然说美股最中场收涨的幅度并不大 这个美股周四收涨幅度不大 但是台股的夜盘在周五的清晨收的夜盘 却是大涨超过200点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的ADR大涨了6% 那台积电为什么这个ADR大涨6% 当然是因为周四下午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说释出的这个讯息让法人相当的买单 也让外资相当的买单 所以ADR大涨这个6%带动台股 周五是开高大涨直接是攻回了这个14900点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有开高走低非常明显的现象 最主要大盘被两档股票给拖累了 一档叫做大力光 居然大力光股价几乎一开盘就要杀到跌停板 这个跟台阶大涨这个攻回了将近快500块 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为什么大力光股价几乎要杀回跌平 杀到跌停板 同时也拖累了联发科股价跌到平板之下 主要是因为同一天就周四 大力光法说会释出了极度悲观的讯息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台积电释出的讯息是没有负面的消息 但是大力光却是释出了极度悲观的讯息 同样是在科技产业 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们就来告诉你这个很重要的答案 到底我们怎么去观察现在整个全世界的产业情况 那在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事情之前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礼拜另外美国重要的CPI数字 也一如市场预期的持续降温 美国的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们一般讲说通货膨胀率 也是连续6个月的下降 各位可以看到最新的数字降到了6.5 那同时我们更关注就是核心CPI 就Core CPI降到了5.7 那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 就是联准会把利率拉高到这个4%以上 的确是对这个物价产生一定的压制作用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要看细节 这个CPI里面 商品通膨虽然跌到2021年2月以来的低渐 但是服务通膨却是涨到1982年9月以来的高点 换言之服务通膨上去商品通膨下来 这就我们节目一再跟大家讲到了 所以今年最关键的其实是服务价格的问题 那我们还要持续紧盯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股在 这个一如市场预期的数据公布之后 并没有大涨 它相对而曾经还跌到平盘之下 比如你看纳莎克指数还破了平盘 再拉上来 几经震荡最后收小涨 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服务价格其实还是不能放心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状况确如 这个我们常讲大力光的这个林恩平是老实数 他每次法说会里面他讲的话都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市场中他说现在整个手机 所有手机大厂没有一家不悲观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释出 事实上也蛮符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第二个消息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支出的情况 确实在美国的整体的状况是在持续下滑的 而且是连续第二年下滑 我们这个数据是根据CTA 就是消费者技术协会它的一个预估 2023年今年美国科技销售4850亿美金 这个会较去年的4970亿美金衰退2.4% 至于说2022年又较2021年 再少了2.9%也就是连续两年的衰退 当然大家知道美国是全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也是科技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 如果美国这个龙头往下掉的话 当然尤其是以消费为主的科技产品 这个压力就很大 果然大家可以看到固能 他已经把整个去年全球PC的一个出货量 个人电脑出货量估出来了 真的是可以讲说是非常惨 大家看到去年第四季整个个人电脑的部分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之外 全年整个出货全世界大减16%之多 这个对于整个笔电厂 PC厂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出货量降到2.862亿台 跌破3亿台的大关 我们从各品牌来观察 各位可以看到降最多的 当然是第一大品牌联想 联想他的降幅达到17.3% 联想他整个market share相当大 24.4%是全世界PC 他占了大概差不多是四分之一的一个market share 另外HP惠普也降非常多 降了25% 惠普的market share是21% 也就是说联想加上惠普 这两家公司整个个人电脑的market share 已经将近50% 另外各位看到苹果 还有ASUS Acer 这些都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PC的一个供货商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全面是衰退 只有一家小幅成长就是苹果 他还能维持3.6%的一个年增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market share 从2021年的7.9%上升到9.8% 就2020年的market share是有在往上升的 但是联想HP 包括DAO DAO大概是持平 联想跟HP的market share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24.4%降到24.1% 然后21.7%降到19.4% 所以都有往下降 略为往下降的一个情况 至于说在台湾的品牌部分 ASUS衰退4.5% 算是表现相当好的 就是说只有不到5%的一个衰退 但是大家要知道ASUS的库存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大 这个库存量堆积的这个状况是让公司非常头痛 另外ASUS衰退幅度是22.9% 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 当然因为台湾电子五哥 大家知道广达、人保这些做笔电、做代工的 基本上是台湾出口非常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去年12月 我们的出口创下20个月来的新低 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这是继外销订单大幅下滑之后 我们的出口实际的数字 也创了20个月来的新低 去年出口是年减了12.1% 将近两位数的一个减幅不说 掉到了只有357亿的一个出口金额 那同时是连四黑 财政部还悲观的预估 今年1月恐怕出口还要再继续黑下去 就是连五黑的一个情况 不过去年全年的我们的出口还是增长 叫2021年增长的幅度是7.4% 所以全年还增长 但是今年我们的净出口 看起来是要双衰退的 这个主计总数已经预估出来双衰退 那我们的出口最主要成长动能 就是靠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的这个出口呢 占我们整个出口增长 我们刚刚不讲去年出口增长的7.4% 它其中80%的一个出口增长的动能 其实是来自于电子产品 而我们这个电子产品 各位可以看到 像是这个电子零组件 它这个去年全年出口的金额 达到了2000亿美金 2000亿美金基本上已经超过四成了 就我们整个出口金额的这个40% 如果你再把资通讯产品加上去就更多了 资通讯产品加上去 几乎就差不多已经是五成的一个占比了 所以台湾的最主要出口动能 其实就是靠我们的电子这个行业 我们的半导体 包括我们的资通产品 消费电子的产品 所以如果说这个部分不好的话 今年台湾的出口非常的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肯定是不好的 那肯定不好的话 那这当然会涉及到我们所谓的 这个投资上面的一个问题了 那另外就是说在整个市场面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日经调查出来 现在目前整个不管从 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用途端来看 或者说从整个种类来看 就是半导体的种类或者用途来看 事实上大概只有汽车的部分 看起来一直到今年 还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龙景 大部分都已经是出现 供过于求的状况 比如说个人电脑智慧手机数据中心 连数据中心都有可能出现 今年上半年一到三月的一个 供过于求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从种类来看 有功率半导体跟模拟半导体还不错 在这一块上面 今年还是相对比较紧缺的 那但是其他各位可以看到 储存器这个D-RAN的部分 包括尖端的逻辑半导体 这个就是台阶电代工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其实上半年的状况也是不好 怪不得台积电今年预估出来 上半年它的营收是会 可能会比较明显的衰退 尤其是今年第一季 台积电在法说会上 已经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但不过它的衰退符合市场预期 大概15%左右了 好那这个讲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个讯息 这个礼拜真的是非常多的事情 要一次在这边帮各位做总结 不容易了 我们一个个来讨论 我们先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整个宏观经济的面上半导体产业的 这个角度来讨论 当然公园院释出的讯息比较乐观 说今年我们的半导体还突破5兆 然后还可以成长 这个好像跟全世界的 现在目前的主流看法不一样 那到底谁对谁错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一次请专家来说分明 我们今天除了谈整个半导体产业以外 我们另外还要谈生计产业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金周刊的林洪文顾问 他本身是主跑半导体科技产业 以及生计多年了 所以洪文这次来 我们甚至还要顺便还要问一下 生计的一个情况 洪文你好 穆华好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当然好 好 洪文我们先来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公园宴 看今年的这个台湾的半导体 说还可以成长大概到五兆了 还可以增长 这个好像跟这个台积电 这个法作士都会讯息也不是 也不是说完全出入很大 因为台积电也是拼今年小幅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其他的 这个台湾的科技资讯产业 并不是太好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有能支持整个半导体 有这样明显的增长吗 我想的确大家如果这样看 会觉得说这有落差 台湾为什么可以这么好 那当然整个全世界其实 都在面临库存要消化 然后也有比较大的成长的压力 但是你可以去看就是说 如果你去算五兆的话 台积电去年是2.26兆的营收 所以也就是说 光台积电一家公司 就贡献了一半 那台积电也说今年他可能只是 他会修正 可是他甚至只是要 他甚至还要达到微幅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如果台积电也能够微幅成长 那台积电就贡献了这五兆的营收的一半 我刚刚讲工研院很乐观 那我觉得另外一半 我觉得台积电已经帮你做了一半的事 另外一半 你们其他这么多公司 自己想办法把它做到 联电 力气电 联发科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我当然觉得当然是有压力的 因为刚刚就讲到 你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数字 全世界的包括消费支出在所减 这件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所有的产品的消费 那你说像刚刚讲的伺服器 我相信一定消费力 消费力减少就一定会冲击到这一些 这是不用讲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上半年库存的压力 没有办法这个疏解的话 而且我们看那个世界银行 那个对经济成长率的预估 那个都是大幅的修正 欧盟甚至今年的零成长 那美国是只有0.5% 那都比去年降低很多 只有全世界只有中国成长 那中国那个解封 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增长的机会 可是你现在看这些大环境都不好 但是我们如果再回到 就是说那台湾半导体 我觉得你如果要讲到台湾半导体 就是说在美中科技战 晶片战争 其实台湾你看来看去还是收回的 就是说因为你看现在又有 你看中国刚刚讲的 他们事实上他们今年一开春 我觉得最大的新闻是两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说半导体的投资 它那时候是他们是上造人民币的投资 他可能要缩减或者是延后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只是说甚至说有人用暂停的投资 那这件事情他们如果减少投资 那对台湾来讲一定是受贿 因为他们的投资 他高阶也被禁掉了 所以他只能做成熟制成 那他成熟制成如果暂缓投资 那台湾一定受贿 因为联电股价就这样有涨上来的一个体材 所以那个新闻出来 那我刚刚讲的第二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他们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开始恢复 所以对这个蚂蚁他让他增资 然后另外游戏他也开始有一些 这个就是让他有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也 那大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很简单 因为他过去的半导体投资就很没有效率 而且贪腐很严重 然后我们不是讲很多金源厂现在到后来甚至变鸡舍 那就是说那个没有效率的情况是他必须要加以解决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房疫让他花很多钱 然后那个房地产的爆末还在那里 所以他这个过去的投资就是投资一堆钱在这里 那你没有效率当然缩减 那平台经济是一定要让他恢复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成长很重要的动能 所以我讲回来就是说你看美中的对战 你看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看起来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对美国恢复这种半导体的制造是很重要 那台积电带头台积电你说资本支出稍微有一点缩减 可是这个320亿还是很大的一个金额 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你去看这样看的话 也许工研院你说他很正面 我觉得是他可能还是 因为工研院也有肩负政府的这种角色 所以他也不能太悲观 老师说他太悲观他也会被打脸 所以我想整个看来就是说 这个目标当然是不容易的 可是我觉得也很难说不会达到 OK 好 那基本上工研院是看说 今年整个台湾的半导体 产值可以到5兆的里程碑了 这个成长幅度6.1 那这当然就要看台积电是不是真的下半年能拉上来 因为台积电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上半年会掉下去 下半年拉上来全年凭小幅的增长 那至于说小幅增长的幅度 台电并没有给出一个概念了 那基本上呢可能也是就在 5% 6% 这样子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洪文也讲说 因为台积电的营收就占了整个半导体产值的一半了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如果能增长就稳住半边江山了 那如果说今年还真的能成长的话 就已经是连续三年的这个可能第四年的一个增长 因为去年都已经是第三年的增长了 而且去年的增长幅度不小 整个半导体的这个增长幅度达到15.6% 好那但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这边就要好好请教洪文了 就是台积电去年赚了将近4个股本 这个EPS高达39块多 大家可以看到他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公布 当然去年第四季好这大家都知道 主要展望是今年了 那去年第四季他的这个毛利率呢 是计增了1.8个百分之所以很厉害 台积电毛利还能再往上提高 因为他已经到60%的一个毛利 提高到62.2% 那营收呢这个是6255.3亿 税后赚了快3000亿 2959亿都创新高 所以每股的EPS创新高到11.41元 所以全年呢就达到了39.2元的一个EPS 很多人讲说台现赚这么多钱 将近四个股本会不会蒸发股息呢 这个等一下可能也来问一下洪文 如果蒸发股息 当然对股价来讲 会有一定的这个往上推升的力道 那他营收到2.26兆 净利已经超过1兆 那毛利率呢全年是59.6% 那今年第一季的展望 他的营收很重要 他季减14.2% 这个符合市场预期 因为市场本来就预期 他的营收会季减15% 那毛利率呢 这个是53.9%到55.8 所以毛利率掉下来 那营益率呢也掉下来到41.5到43.5 那全年展望 他说那美元 如果以美元计的话 他的营收还可以微幅成长 那毛利呢维持在53.8 也就是说今年第一季 大概就是他毛利最低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整个受到市场不景气的各种影响 毛利最低就是第一季 后面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的状况 或者说持平是不会再差了 那市场展望的部分 台建不计计体的半导体营收呢 展望是减4% 晶圆代工营收减3% 资本支出维持差不多360亿 这跟先前的资本支出差不多 那至于说这个先进制程海外布局 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这边就来请教鸿文 就是说台积电缴出这样的一个财报 以及这样的outlook 你觉得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反应 看起来是正面的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台积电的法术 我觉得当然所有人在讲 就是说财报是过去世 但是台积电第四季公布这个财报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在全世界大家都在 财报都这么难看的情况下 你看三星不会好 三星第四季还没有公告 我相信一定不会好的 因为它第三季已经不好了 那其他公司 那美光那个也更不好 那还亏损的 那很多公司 即使Intel也不会好 没有人好的 台积电这种好法 是好的有一点 大家会觉得说 难怪巴菲特会看上它 那我想就是说 第四季的财报 当然是过去是没有错 那第一季第二季 现在就是它的预估 衰退中位数是14% 那衰退14% 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大家也可以放一点心 就是说那衰退14% 去年2022年从1月开始 就已经那个什么手机 那个PC 那大家都在开始在库存 在大幅增加 很多公司都已经在亏损了 那台积电到今年的第一季 才要调降14% 15%的营业额 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台积电 别人坏都坏了一轮之后 台积电才开始坏 它是最后才坏的 那如果要好呢 台积电一定第一个好 那这中间当然一个很关键就是说 它建立起来的竞争障碍 是没人可以超越的 事实上它的第四季财报 它已经告诉你了 它的7奈米 7奈米有掉 5奈米也有掉 可是7跟5 这个整个的创造的贡献的营收 是超过它营收的一半 就是50几%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7跟5 其他人是做不太出来的 三星做一点点 其他你说什么联电什么 他们根本革新 他们根本就做不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在这个高阶资产没有对手 或者是一个对手很弱 然后它很强 独强 所以它已经垄断这个市场 所以你去看台积电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今年它也预估为福成长 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好到不得了的 成绩大了 今年整个景气这么坏吗 对 那半导体其实过去 其实我有做过几个表格 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参考 一个是说 我觉得股价跌升是最大的利多 那这个图表再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过去 这个我们说这个是Bloomberg做的 那过去就是说 它从肺半的指数 它去那个成分股 他们去估就是说 从最高的获利预估到最低的获利预估 24个月内 它如果跌幅是多少 那这一次到2022年的年底 它是跌17% 那这个是过去三次紧距循环 从2012年到现在 它的这个修正幅度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大家看坏 那因为看坏所以股价就大跌 就费成半导体的30成分股 它们整个货币就下滑 下滑 那当然 那这个月跌到17% 对 已经是2012年以来最坏的 最坏的情况 那因为EBS预估下修 下修很大 所以股价一定也大跌 所以去年的费成半导体 也跌了快四成 没错 那台积电也甚至跌幅超过这个 所以我说跌升是最大的利多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跌了 而且跌很多 那台积电也是跌到 这个可能是历史的 那个本益比10倍 370那时候就是跌到 差不多 基本上应该是跌超过10倍了 因为它最后公布出来是40块 就是获利是四个股本 39点多 对 所以跌超过本益比10倍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就刚刚讲的 就是跌太多了 跌太多 在这个时候大家又不好 那台积电公布这个财报 当然就涨 那另外一个 另外这个也是Bloomberg他做的 他就是说 过去本益比 半导体的本益比 如果是在那个24倍以上 是有五成的时间 那低于这个19倍的时候 是两成的时间 你想想看 台积电跌到10%以下 那个是历史上很少见的时间点 所以它回到合理的本益比 至少是19倍以上 那19倍以下还20% 那50%以上是24倍以上 所以你就是说那个股价已经跌到太深 所以它这个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正 明显的回弹的这种修正 所以台积电法座会之后股价又见到 快五之头了嘛 是 那另外一个这个数据也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刚刚讲的 就因为大家预期都太差 所以资本支出大砍 那所以你看整个半导体的那个支出 所有人都是砍掉的 就是原来那么乐观的那个情绪也没有了 那当然在所有的悲观 我觉得股市好像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你在太悲观的时候你进场 一定有机会的 当然你进场你要找那个最好的公司 那这个砍的幅度 一线大厂砍的比较少 二三线砍的有的都砍到甚至快一半了 就像利基电它砍掉这个43卡 那那个SK Hynix 海力士砍掉五成 对对对 所以就说 你如果说这个资本支出是一个大家心理的 因为资本支出也可以算是一个景气的一个领先指标 你资本支出先砍了 表示说大家看坏 那有时候通常就是这样 你看太坏一定会回弹 那你说刚刚讲SK Hynix它砍了五成 可是三星还逆势投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厂 当然有实力的公司 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 它还能够逆势投资 这个以后一定上来的 对 它逆势投资就是说 这个当大家都在这个缩减的时候 我反而是扩张 那代表第一个 我有这个很丰沛的现金的能力 现金流的这个控制能力 另外一方面就代表说 我未来我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全部吃下来 吃更多的市场份额 大概刚刚洪文所分析出来的情况下还是这样子 好 那不过整体而言 这次台阶的法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台阶的确是 现在目前五奈米七奈米 占它整个营收比重 已经超过五成了 所以说最重要的台阶 还能维持小幅成长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HPC 就高速运算的部分 仍然是非常看好 可是高速运算 大家都知道很多 这个运用是在伺服器端 伺服器端像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在这个记忆体PC都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情况之下 这个CSP的巨头 我们看到这个FANG 脸书亚马逊微软谷歌 他们的这个资料传输量 每年都是以25%的速度在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的情况 这也带动了整个所谓资料中心的运用 那对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最近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开始要砍单的讯息 比如说推特 他已经公布了这个就是说 就是郭明奇说的 推特要砍掉八成伺服器的订单 那当然因为推特现在状况 马斯克入主之后也是风雨飘渺嘛 就要做这个很大的人事成本 跟资本支出上面的一个缩减 那另外包括谷歌Meta最近也宣布 要延后像明尼苏达州 或是说丹麦资料中心的资本失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Trainforce也预估 整个伺服器端的这个出货年增率 会下滑到会下滑2.8% 这个影响原因当然有库存修正 包括企业IT资本支出的调降 各位可以看到像是推特 最主要就是推特砍掉八成的 这个伺服器的订单 这个郭明奇透露出来的讯息 另外谷歌也要无限期的延后 谷歌喊停价值6美元的资料中心的开发专案 Meta暂停在丹麦的一个资料中心的扩张 所以整体而言可以看到这些巨头们 在过去大幅成长的一个base之下 现在都开始放慢脚步 这个请教洪文 就是说在资料中心的部分 如果说这一块也开始松动的话 其实对台湾来讲也很大影响 因为台建其实在这一块上面的代工量也蛮大 另外就是台湾有蛮多有做相关数据 数据或是说光通讯的 或是说这个伺服器端的 这个影响不小 我想一定的 就是说这些客户在修正 那你一定会受到冲击 不过你刚刚看那个trainforce 他是从原来增长率5% 把它调降到2.8% 下降2.8% 那老实讲 还有成长 只是成长少了啦 那这不像是PC或这个手机 这种消费性产品 那个降幅都是一两层 两三层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当然大家可以注意可以关注 但是我觉得它的冲击 也当然也一定会有 那因为伺服器 这也是一个很大块的市场 那我另外就讲说 刚刚其实穆煌你在讲到 就是说大力光跟台积电的差别 那大力光当然就是都是手机 消费者 它没有别的产品 它是手机的镜头 所以手机已经到了一个成长的高原期 甚至都还在衰退了 那这个手机呢 我如果简单讲就是说 从2009年到2022年 这整个谨记的大多头 应该说移动互联网带动的就是手机 2007年iPhone推出之后 你这个整个移动互联网 是跟着智慧型手机一起上来的 可是这一些产业呢 现在都面临很大的修正 因为它成长太久了 13年 这个荣景比 其实老实说 它本来应该成长11年 2009到2020年 可是又一个疫情 又让它拉长两年 疫情红利 对疫情红利 那因为过去PC也是红10年 那大陆崛起大概红8年 2000年到2008年 那我意思是说 当你一个大的产业成长这么多 这么久 这么大 我跟你讲 我很多好朋友的小孩 在Google 在脸书 他们那个薪资都比我们这些老头子 又高好几倍 我们就想说这种公司这么好 可以 那现在开始在裁员 为什么 因为就是整个行业的成长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你要雇用这么好的人才 给他这么好的薪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只是美国是这样 中国也一样 中国的小米 中国的腾讯 都在裁员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行业的修正 那手机就是在这整个移动互联网的 一个修正 所以刚刚讲回来就是说 那台积电为什么比大力光好这么多 那因为他不是只有手机 手机其实现在还变成 他是一个是比较小的 他现在的HPC 只有刚刚我们讲的伺服器 伺服器也要用到很多这些高阶运算的 Intel AMD 这些晶片 这些晶片 还有2.8成长还不错了 就是你如果这样子还有成长 那台积电又是吃掉大部分的市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来看伺服器 我们当然要谨慎一点 没错 而且老实讲 他现在很多要求 就是说伺服器的厂商搬到美国去生产 你看像违影 违创人的违影在墨西哥 红海跟广达都在美国好几个州 那要求你去那里生产 其实你的成本一定增加了 但是你至少你去那边生产 订单都你的 所以这个又是怎么样 又是美中对战 台湾又有点受贿 因为不会给大陆公司代工了 伺服器绝对不可能 网通产品也不可能 一定都是给台湾厂商代工 那这个台湾独吃六成的市场 就是全世界的伺服器市场 台湾是吃掉六成 大陆当然也有不少厂商在做 可是大陆现在高级晶片也被禁了 然后这个欧美的订单也不会给他了 他当然要吃这种 中国跟第三世界国家的订单 那这个其实老实讲 规模是小很多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对伺服器市场我们可以谨慎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 OK 好 确实如这个洪文所讲的 这个在众多衰退升中 伺服器至少它还能维持 这个将近3%的一个正增长 所以虽然说Chainforce已经把它下修了 但它正增长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还是在运用上面 也是不可缺少 尽管这个各大厂有砍资本支出 但是在砍下去的同时 这个如果说整个景气恢复的话 我想它的资本支出也很快就会恢复了 所以伺服器相关的投资标的 如果有明显下修的话 那当然可以把它放成口袋名单 还有就刚刚谈到了网通 你可以看到网通它公布出来的12月营收 基本上还是很明显在增长 所以这个网通跟伺服器 它其实都连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所谓产业链的部分 在这一块上面也支持了台积电 为什么它可以比较乐观看 今年全年的营收 其实大致上我们这样一个解构下来 各位观众朋友就可以很清楚了 大家好我是赢者 投资并非一步登天就可以致富 我们必须运用过去的经验 当下的观察以及未来的规划 三者缺一扑克的冰图 进而找到属于你的投资逻辑 2023年财经展望座谈会 本次为大家准备了2023年 美股展望的三大单元 我会以top-down的方式 带你一览投资美股的全貌 从全球总金的指标作为指南 进而找到适合的产业与个股 最终做出投资决策 找到美股的获利保障 2023年财经展望座谈会 美股寻宝之旅 由我赢者带你 循序渐进挖掘出美股 2023年的投资保障 轻松投资学院 列邀财经界四大专家 带给您全方位的投资策略 2023年2月11日 上午9点台北政大公企中心 一场讲座反转一声 邀请你一起共学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电动车的运用部分 这个也要请教你 因为特斯拉去年股价跌得非常惨 跌了百分之七十 将近百分之七十 然后马斯克是变成史上 第一个身价减少2000亿美金的人 没有一个人让他身价可以这么快速的减少2000亿 这个马斯克是第一个人 因为他股价大跌所以导致了他的这个所持有股票市值也大幅的减损 那公园院他有这个报告出来 他说车用半导体2026年 会这个要居为第三大的运用 也就是说在车用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日经 他上面那个 比如说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整个景气的面向上面 日经的那个这个表格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实在汽车的部分 今年还是可以维持相对的龙井 这个汽车半导体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功率半导体模拟半导体的这部分也维持还不错 其实这两块在车用上面运用也蛮多的 尤其是这个电动车 或者说呢 未来要走路到自驾车他运用的蛮多 所以看起来 这个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尤其是汽车半导体零组件的部分 应该还是一个主要我们可以关注的重点 没错没错 我想我刚刚在讲就是说 如果你讲那个大的成长的驱动力 通常股市的荣景就是产业的大趋势的推动 所以PC90年代到2000年PC 2000到2008年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不只是世界工厂 也是他消费力的大幅暴增 所以所有的原物料都大涨 那段时间那个金砖五国 那09年到2022年 我们刚刚讲移动互联网 那2023年今年之后会成长什么 一定电动车 那我想电动车我们来观察 就是说几个重要的指标 那2023年这里有一个图 我觉得是电子时报做的 我觉得这预估是很重要 就是说2023年是电动车占所有汽车的 这个市占率是17% 是这个第一次超越15% 那为什么要讲15% 因为15%你去观察很多产业的 这种大爆发 15%是一个甜蜜点 就是说当你超过15% 那种龙卷风暴说 你就跨越鸿沟就大幅成长了 那你用智慧型手机来讲是最好的例子 智慧型手机在2009年的渗透率 超过整个手机的15% 2009年那一年就是金融海啸 所以我经常在讲 金融海啸是被苹果救的 那2007年是iPhone第一次推出 可是你知道智慧型手机最早推是IBM 还不是宏达电 宏达电2004、2005就有了 IBM在1994年就推出一个叫Simon 那个Simon就是那个 当然不是像现在这么炫的智慧型手机 它是它没有那个按键的 它是触控的 它真的触控 用笔的 像ATM那种触控那样子的 那就是比较老式的 最早多普达也是用触控笔的 对 那它还有那个什么记事本 什么就放在那手机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1994年iBM就推了智慧型手机 可是到2009年渗透率超过15%之后 它就快速成长了 那个大幅成长的速度是很惊人的 每年都是可能倍速或是那种 那种五六成的那种成长 现在电动车就是这个 已经进入这个龙卷风暴的 这种快速成长期了 2023年 它刚刚讲 它的市占率会超过17% 17%在哪里 在 2023年4K 这个有老花园 17% 它超远 那前一年是12% 2024年就大幅增长到将近20% 那到2025年就超过30 你想这个 然后它每年的成长都是40几% 大爆发了 那所以 我说电动车大家不要再怀疑了 你要我前一阵子说 有人说林志宇那车子烧掉 好可怕 我不要买 这样 可是问题就是它 这个趋势不会等人的 你犹豫的人 老实讲 你到50%也有人说他不要买 那就不要买 这是时代会一直往前进的 所以我说电动车的市场已经上来了 那刚刚讲到Tesla Tesla的降价 我觉得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降价 因为降价的量才会大 才会渗动力才会更高 它也是要抢势 对 它是更多的市场 而且就是说Tesla 我看它的毛利25%到30% 它去年第一季32%的毛利 第三季27%的毛利 你看这个这么高的毛利 这个是所有汽车里面毛利最高的 所以它即使降一点价 那又怎么样 而且老实讲比亚迪追它很紧 大陆这些都很低价 比亚迪最近那个跑车出来 电动跑车好漂亮 很像巴拉利 那很好笑 最近不是一堆人有维权说 Tesla一降价我们都损失 结果不是有人说去的时候发现 现在价钱这么便宜 有再买一台 对 所以我觉得 有钱就是任性 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整个电动车 大家也不用太怀疑 而且电动车的市场 比过去我刚刚讲PC手机 那就大太多了 因为电动车或者整个汽车 是造美元的 造美元的市场 以前那都是千亿美元 所以你这个层级也不同 跳一个大级 你要用这个来推动你整个 我们说创造泡沫也好 或者经济大成长也好 就是要电动车 OK 所以下一个黄金十年就是电动车了 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只不过是因为今年景气不好 所以电动车产业多少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等景气恢复这个熔景的时候 我相信电动车又是一个大不明的情况了 最后要来谈一下 去年纳查克指数 它是负的33% 刚刚洪文言谈到说 背半跌更惨 跌了36% 将近四成 标准普洱500指数负的19.4% 将近20% 另外NBI升地值去年只有负11% 所以相对它是抗跌的 虽然说它也是有两位数下跌 但基本上它的跌幅 大概跟整个道琼工业指数跌幅 差不太多了 已经在所有板块里面 可以讲说是跌最少的了 所以可见就是说 升级还是在不景气 或者说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之下 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那去年台湾加权指数跟贵买指数 分别跌了24.4%跟24.08% 那升级值的表现也一样 它的跌幅是 升级值是9.8% 在整个升级族群 在过去的一个艰难的一年 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升级值是涨9.8% 所以代表说资金是跑到升级值去 你可以看到上市会指数都跌了两成 但升级值还倒涨了快10% 这个升级值 为什么会这么强 是特定的股票带动 像药华药这些股票带动吗 我想升级有几个因素 就是说 第一个疫情还在持续 所以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大家对医药 对医疗的服务等等 对医财的需求 其实都还是紧绷的 所以就是说 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说 像疫情造成的 也就是说医疗资源的集中在跟疫情有关的 其他就都没有支出 那这一块造就了当然就是说 这一相关的产业它大幅的成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2022年也是如果我们要讲 因为过去生技医疗经常被批评 就是说都没有营收 而且还亏损 然后都是本孟比不是本益比 可是2022年 我挑出这个三个大的类股 三个投资的方向 那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在过去2022年 有几家公司营收突破100亿 100亿的营收 在生技业是比较少见的 真的有营收的 营收又有 而且获利又是赚一个股本 两个股本 三个股本这种公司 有两家公司带头了 一家叫宝瑞 对 一家叫美食 对 那宝瑞当然是这两家都是制药的公司 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学民药 那宝瑞当然是透过并购 他尤其是他2022年并购的安城 安城药 让他营收就越过100亿的门槛 我觉得100亿是 当然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因为很多老的制药公司 很多搞了三四十年 都还没有超过100亿 可是第一个 刚刚讲宝瑞透过并购 他就跨越这个 而且他是赚十几块 20块的这种公司 那这种会给生计股的投资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 就是说 原来生计医药股 也有这种用高成长高获利 营收还可以这样100亿的 那这不容易 那美食也是 美食他的戒毒药在 在美国销售的很好 那他也是布局很多年 就突破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现象 就是说过去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我们的谢老板 经常在批评说生计股 就是没有营收没有获利 那我觉得至少有已经有一些 这种领头羊出来了 告诉你就说不对 对 我们真的可以赚钱 我们真的可以发股息给你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投资人开始会有信心的 那我就说从这里去带动的 就是说百亿的还不止这两家 那个葡萄网也是百亿的 然后有一家叫泰伯 也将近快要100亿 96亿去年 那获利这些都是算一个股本以上的公司 所以我说第一类如果你说生计股 要有营收的 要营收要有获利 而且获利要高成长 EPS还赚一两个股本这种 那第二个当然是生计新药股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 刚刚有讲到药滑药 它现在是龙头嘛 那事实上这个新药股 我当然有风险我是觉得很高 其实我说真的我跑了 这个生计产业跑了很久 我还是搞不清楚这些信药股 到底它有多好的价值 我不会评估 我不是说我觉得它不值了这个钱 而是我真的不会评估 因为那个太难了 而且有时候这个解盲成功 解盲失败 你也没有办法判断 成功失败你完全是被打巴掌了 有点像赌博了 所以就是说它时间又很长 然后它成功的这个 uncertainty 很高 那当然它的投资报酬率 如果赌对了也是很高 所以我列了一堆公司 不过我会比较 如果你是新药股 我会反而会比较去 让大家去关注一些 市值比较小的或股价比较低的 那你既然要赌 你要赌那个成功机会会比较大的 就是说你干嘛去买那个股价 那好几百块的 然后如果这个解盲失败你就大跌 那你干脆去买那个市值十几亿的 很多这种公司 什么华上什么这个全福台锐 这个都是很小的公司 有的可能也都在新贵 那我自己会关注这种 所以你要赌你就赌这个 因为它如果真的解盲成功 你还可以赚好几倍 相对股价也比较低的就对了 对 也许三十块到五十块这种价位的 好那第三类当然就是 我觉得是支撑生技产业 生技医疗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医财股 那医财股也有很多高获利的 他也许他没有像我刚讲的百亿的营收 可是他们那种高获利真的很多 什么泰博 精华光学 这个引擎眼镜的好几家都很都很棒 精华光学精硕饰养 然后医财的什么液态 亨态光大学光 大学光也是跟跟镜片有关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你去生技医疗我还是 我可能是因为跑这个电子股跑太久了 我都会看EPS 所以我去看生技医疗股 我也是看EPS有的 然后获利一直在成长 营收一直在成长 这个我买的会很安心 其他我可能我就会尽量减少投资 其实生技医疗保健类股 也有一些股票他其实长期获利也很稳定 那个配息也很低 像做喜剩的信仓 他每一年大概也都配5块现金 那股价其实也不太会动 大概就90块加100块付近这样子 非常长期就是这样 成交量也非常低 我觉得如果是存股的人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 如果你是要存生技股 就像刚刚洪文说讲 他一定要有营收一定要有EPS 而且配息一定要稳定 而且他的整个获利的情况 也是要长线上面做到非常稳定的 如果说大家是赌性比较坚强的话 你大家可以去买那个 我们刚刚讲说信耀股 信耀股基本上没有营收 也没有获利 可能还在亏损 但是他如果一个开发成功的话 那后面整个爆发起来就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带有一点赌性坚强的味道了 Anyway我想这个 反正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标的 你说我都不喜欢生技股 你不投资也是可以 那你就不管怎么讲 我们的钱还是要投资了 因为现在目前看到利率算上去 终究要下来 这个全世界的利率不可能一直维持在高档 所以投资不管股市在市 还是一个我们创造退休金 创造我们财富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然后刚刚谈到在不景气的期间 各位可以看到生技相关的产业 你可以看 1980年到2020年经济衰退期间 比如我们讲说S&P500指数里面 它的分类值它还可以成长的 包括像是医疗必需消费公用事业 还有工业这些还能成长 其他的大部分都会衰退 所以这个获利的一个表现 就是股价很重要的支撑 像这张表最后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个座谈会 我们这个座谈会是由轻松投资学院所举办的 在2023年就今年的2月11号 在早上9点就展开 因为有4位讲师 各位可以看到包括像是股市赢者 我个人还有杜金龙老师 还有曲博 我们分别会就各个产业面向 总体经济面向 包括杜老师也会提供 他对今年整个台股的预估 给各位参考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说明栏上面 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折扣码 这个折扣码可以折1000块钱 是折不少 这个折扣码是EZB02 这个折扣码打进去可以折1000块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多使用折扣码 多少省一点钱 那今天非常谢谢宏文 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收看 好观众朋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准时收看我们的财经 WOWS 同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像宏文刚刚谈到了整个半导体产业生计产业 也是我们节目持续追踪的 未来我们还持续请到宏文来 跟大家掌握最新的讯息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许波 投资人最关心的 就是未来科技的趋势 还有产业的远景 我帮你们都收录在 2023年财经展望座谈会 座谈会中 我将跟大家畅聊整个半导体 未来的机会跟挑战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台场的优势还有劣势 你将会得到不同的见解 紧接着全球瞩目的未来趋势就是电动车 我要来告诉你 电动车你要知道的不是只有特斯拉哦 在未来百家争鸣的电动车市场 你只有了解更多更深的资讯 才会比一般大众拥有更丰富更精准的投资机会 2023财经展望座谈会 一场讲座的时间可以化繁为简 帮你脑补未来的科技资讯还有展望 经由我 取博长期的观察追踪跟研究 你将能够轻松掌握全球最新的科技情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